阿富汗战争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为西方军事干预和民主改造的后遗政远未解决 未来的阿富汗应当朝着包容开放 坚决反恐 模拟友好的方向前进 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也应当与阿富汗相向而行 为阿富汗重建和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作为阿富汗的邻国 我们愿意各方携手努力 助推阿富汗的局势 平稳过渡 美英澳三国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并计划开展核潜艇合作 将给本地区造成核扩散风险 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损害地区和民稳定 破坏东南亚乌核区建设 引致冷战思维回潮等多重的危害 已经引起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们应当认清 阿富汗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本质 共同反对任何违背地区国家共同意愿 是破坏地区和民稳定的突破